大家好 我是常年居住在非洲森林里面的影视小丁老师 今天在5月1号大改版的时候出了首播的课金活动 寿司的成长箱 那我依照惯例会各位对这次的活动做简单的解说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寿司的成长箱 他一如惯例推出了组合包跟一般性的礼包 一般性礼包1000串 内容物11个 寿司的成长 然后可以开到33个药水 上面两个组合包 我直接把他的价位价码打给你们看 内容物的价码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至于这次的组合包其实他有大的套路的 就是如果你要买的话 是个人不建议买 因为他的收集品会回收 第二个是他的内容器 其他内容物其实没有说一定要靠组合包来购买 像第一个你只想严格一点你的利润只有200赚 多200赚的赚头 第二个其实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赚头 有人说那狼娃很好啊 可是你开到狼娃对不对 那一个凭证你要干嘛 你就是要忍的那一个凭证没用处 收集品上不了 因为你如果要买第二个3000蓝钻礼包 你就必须再追加2000赚 来搞一个收集品 这是一个很难熬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上礼拜我们才刚花了12000赚去搞 盛水 现在这礼拜你又要再花1万多赚去搞这些收集品 因为还不止这几个 你底下如果还要制作的话你会花很多 所以这次的组合包我是建议 如果有考量的话 你直接想要做的话就不用再做这里这个组合包了 那我们看一下他的收集品证 收集品证就是这两个 一定要两个评证才可以上一个 所以你买蓝娃礼包的话你就差一个 不能上收集品就必须再花2000赚再搞另外一个 这是蛮关键的东西 所以你们看一下 好那我们紧接到下一个环节 下一个环节就是这次的主商品制作 那这次的东西蛮特别的 这次第一波的制作大部分都是开放消耗性道具 那我直接把我认为比较有 会做的人的消耗性道具拉给你们看 他的价位就像这样子 那刚刚说那个蓝娃礼包 就是跟这次的蓝娃礼包一样 又是三个成蓝药水1909赚 所以是同价位的 今天如果你只是要做蓝娃去拼合成的话 我会建议用这边做啦 会建议用上面的做 因为价位比较高 你会多一个凭证很尴尬 那这次的商品大概是这些 那有人会说那小丁老师你会做什么东西呢 会做第三个纯白的万灵药做满 第四个神秘的变身卡西友 跟第六个西友的魔法娃娃香 为什么会做魔法娃娃香 因为我现在的目标是要拼 蛇红娃然后转吸血鬼 红变我已经不是很care了 所以我会先拼红娃 再来就是高级融解剂 我会把它做完 再来至于最后的圣水跟特大圣水 这两个东西就是看 到时候有没有需求在做 看你的需求 你如果缺一点点数的话你可以做 那我特别讲一下 祝福的圣水特大 如果今天你是客长级玩家 你的花费无上限的话 我会建议你把那个特大这次50次做满 为什么要做50次做满 如果你上一波活动的特大有根的话 这一波特大做起来 你的点数绝对足够双纹样加30 因为50次做完是50万点 上一次是20次20万点 70万点绝对够你双纹样加30 你只是要一直洗而已 你只是差在要洗白拼那个运气 但是点数上面来说绝对足够你拼双加30 至于洗几次就看你个人的运气了 所以这次的特大圣水 它就是开放让你客长一次全到定位 双纹样加30 如果你上次已经开到加30的话 这一次就是多的点数 让你开那个绝对属性 就是这个概念 那我们继续往下一个环节看 下一个环节就是 这次的主商品 机具制作 第一周的机具制作 在如就是这个表 它的卖点在于那些新的技能 的技能 那我把价位拉给你们看 实际 跟之前一样 35455 段制作一次 不改变 在这次关键是 骑士的那个技术出狂袭 这是骑士的 新的倍率伤害的技能 但是 它的条件是要拿双手武器才可以 那这个基本上都是客长级的概念 有反平 拿双手武器 紫变 这样子的速度打起来 你才会有加成 1加1等于2的概念 如果你是一般的骑士 你本身坦度已经不够 你再拿双手剑砍 又搞这个 你有没有反平 其实是 有点没有到 没有赚到太大的赚头 我这样讲好了 因为你双手剑输了攻速 如果你没有把攻速用紫变拉回来 你又没有反平 然后你的机体又不强 被打喝水又喝很快 你变成一趟挂不久 所以这个技能 就是看状况使用 看你的机体来决定要不要学这个技能 因为它价格也不低 36000赚做一个 然后这次的关键就是在最后面两个 神秘的变身卡 跟 英雄跟传说两种 这个 你们要看的不是它的价位 它的价位看起来拼一次 就跟以往一样 但是重点是右边 英雄变身卡 第一几率制作 传说变身卡 第一几率制作 有看过韩版的影片就知道 韩版的课长开直播 然后再製作那个 传说的神秘变身卡 他们花了上千个 五六千个袋子去做 还做不出来 很硬 非常的硬 所以这个你们要看一下 而且 有人会想要拼一个希望 就是做出来的时候 还可以拼到下一阶的 比如说你开传说 你拼神话 那我要跟你们讲 全韩国也只有一个人拼到 那个神话的几率是2% 你制作已经是1%了 你再做出 你还要做出来1% 你还要再2%的几率开到神话 大家自己去算一下这个期望值多少 所以这次就是给你们 我是做理性的分析啦 要赌的还是可以赌 这是一个理性的分析 那这次的活动 大概就是这样子 上一波已经花了很多 这一波的话 我是觉得看个人的预算考量啦 不要到时候做了之后没做到 然后又说橘子可以干嘛的 所以毕竟这次活动 我已经跟你们说了 我觉得花的必要不是很大 他的CP值没有到 一定要克的概念 这次没有 这次应该说活动没有那种 永久性的商品 就没有克的必要 因为会消失的 我们的机体不会有差 如果有那种春节凭震 那种上上去永久的差距 那种就有克的必要 那这次感谢你们收看 是长年住在非洲深山内陆的影视 小丁老师 下次再会咯 拜拜